生抽和老抽的区别 很多人呢都分不清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生抽和老抽呢在一个严格意义上讲 它们都属于酱油的 都是经过同种工艺进行这个发酵 然后生产出来的 那么生抽呢它的颜色是比较淡一些的 口味呢也比老抽要更加咸一点 一般呢是用于制作凉菜 或是在炒菜时给这个菜加入一些鞋味 那么生抽呢有时候也用来腌制一些肉类的东西 这些呢都是生抽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 那么老抽呢其实是在生抽的基础上 加入了这个焦糖 使它上色性更好 例如说像在做红烧肉这些菜类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酱油去给它上色 但是这个时候呢生抽的上色能力就不如老抽了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倒入老抽 给它进行一个调色上色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综上所述 他们使用的这个炒菜的菜品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想调味用生抽比较好 如果是想给菜品加上色泽用老抽比较好 以上就是关于生抽和老抽的区别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